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准备报税的时候当然可以缴很多税 其实今天很光荣的事情 虽然缴起来很心痛 不过你在缴税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里面有一些跟保险有关的税 到底能不能结呢 有些朋友可能是因为想要结税 所以买保险 或者因为听幼儿园的建议 所以他的保险规划这样做 因为他想要结税 那这样做到底保险不保险呢 2月号的《限制保险健康医生》杂志 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专辑 就告诉你说 你想要用保险结税要小心地雷 因为有可能 你当初的认知是有问题的 有可能你想要结税的时候 税券单位认为这不是结税 是逃税或者漏税 那如果您对这个部分有兴趣的话 您可以去看一下2月号的 《限制保险健康理财》杂志 各大数据您都可以看得到 好 那我们回来请教我们两位医生 因为我们刚刚在讨论这个痛风的问题 当然我相信 痛风的民间专家是很多 因为尤其是我有痛风过 我可能跟我的朋友分享这样那样 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些知识 那这不一定是对的 所以我们来历经几个 可能我们常常会被人家提出来的 那第一我想提出来就是说 您刚刚也提到说 过年时候很多人酒喝多了 那有人说喝啤酒才会 不是 白酒 红酒不会 是吗 事实上酒精本身就会抑制尿酸的排泄 那啤酒是特别容易发作 因为是啤酒就是我们一体面包 事实上它啤酒里面的普林的成分很高 所以它又有一个高普林 又有一个酒的成分 所以啤酒是特别容易发作 我一生看法 对 一样 最主要就是说一般的酒就会引起尿酸 那当然有时候你喝多喝少 当然跟你的当时的那个食物 如果你都吃大鱼道的话 又加上酒那更厉害了 如果说你当时也许吃比较清淡一点的话 然后你酒小愁一点 我想应该也不会那么严重 但是我们的人食欲真的很难控制 都会大鱼大落 然后一直劝酒 你不喝不行 干杯 像我们以前都是所谓的水中炸弹 那会更厉害 就这样子 所以拿啤酒当水喝的年轻人 有可能是您刚刚提到的那个 比较年轻就发作的 就是年轻发作的 对 那通常年轻发作的都还有一个肥胖 他通常吃很多 都是一个肥胖型的 那如果开始戒酒有用吗 对控制尿酸 戒酒当然有用啊 你戒酒饮食控制当然是有用的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 有很多人自己当医生 就是他痛的时候 他真的痛的时候 他就会认为说这个时候尿酸高了 那都不痛的时候 他就认为他的尿酸控制的是OK的 这个想法对不对 这就是大错 所以才会有病人会搞到 就是全身都是痛风结晶 就是病人他只在意他的痛 那很快的效应止痛药 他只要不痛就好了 对 不痛他就一条好汗 再继续喝酒 然后又来 所以就是一直在痛跟不痛 这样一直循环 但是他都没有去注意到他的尿酸浓度 尿酸可能是超过10 那尿酸一直高 我们刚刚一直强调治疗是治疗尿酸 不是要治疗疼痛 如果治疗疼痛就是像那个病人 他好了就好了 下次再来 痛了再来找医生就好了 这样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那尿酸持续在身体里面的膏 就会产生很多的合并症 除了关节以外 肾脏也会受伤 心血管疾病都会有问题 所以王先生您刚提到说 你现在不痛了 可是你还是持续在 有在治疗 一般就是怕 就是说因为我们人体质一直会改变 像有时候你以前没有三高 也许到了某一段年龄 老天会给你一个疾病 甚至于是医生 不管是哪一个医生 也许他将来会高血压 高血糖或是胆固醇或是尿酸 这个没有办法去预定的 因为有时候人一直在变化 年纪大 整个机能就会一直退化 整个带氧量就会减少 细胞就会一直退化 退化将来会什么病都不知道 那当然是预防是应该是重于治疗 如果说你早期 如果能够注意到你的饮食 跟你的睡眠 跟你各方面的压力 我想应该很多问题 很多疾病的问题都会慢慢解决 我一直提到压力 压力也是吗 压力会 那比较我们常见的 什么样的压力造成痛风发作 就是在住院的病人 他不是因为痛风来住院 他可能是心肌梗塞 急性的心肌梗塞住进来 结果就会诊 因为他脚中起来 或者他去开刀 开完刀以后关节中起来 这就是一个压力造成的痛风发作 所以事实上痛风是压力的时候 它是会发作的 也有人说化疗的病人 化疗后也有可能会痛风 化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刚刚我们说的 生病的压力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化疗之后 尤其是血液科 比如说白血病这些病人 或者是淋巴流 这些病人 因为它的细胞的浓度很高 比如说我们白血球 大概一万以内 它可能都要十几万 那你要做化疗 化疗下去 它细胞会大量的死亡 那大量死亡呢 每个细胞里面都有 飘零的成分 我们做细胞核里面的DNA里面 就有很多飘零的成分 那你化疗下去 所有的细胞都死亡 要把不好的细胞杀死 所以就造成大量的细胞死亡 它就会代谢 它细胞核里面的DNA代谢 最后就变成尿酸 所以它会造成一个急性的发作 而且这个是要预防的 就是说你在做化疗之前 你就必须先给它 降尿酸的药物 就是给它R-O-P-E-N-O 让它的尿酸不要产生 因为这种大量产生 可能会产生 第一不只是急性痛风 甚至急性肾衰竭 因为大量的尿酸跑到肾脏 把所有的肾脏的那些 输尿管全部阻塞 会造成急性肾衰竭 这个是化疗一定要事先准备的 所以这是执行化疗的医师 他事先就必须要处理的 对 会先给它处理 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我们也担心 痛风可能会跟高血压 有合并的关系 可是我们知道 有一些高血压的药里面 是有利尿剂的 对不对 所以利尿剂 是不是也有可能增加痛风的 对 为什么我们的心脏科 就是女生的痛风 他们就年纪大 停筋 那停筋之后血压开始高 那开始吃利尿剂 那甚至他有过心肌梗塞 或者是中风 又吃Aspirin 少量的Aspirin 也会造成尿酸高 那再加上利尿剂 所以他等于吃了两种药物 会让你的尿酸提高 所以为什么女生的痛风 常常就是有心血管疾病 有在吃药的病人 停筋之后 他的尿酸就高起来 听起来头痛 那些药都是一定要吃的 可是又会引起痛风 那怎么办 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回来看一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